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大家来看中国国台办所示出来的讯息 说有6万2000位台湾人在中国已经打了疫苗 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还说 开放台湾人符合条件都可以打 不过陈时中指挥官强调了 就算你打过科兴 入境一样要隔离 目前没有打过疫苗就免隔离这样的政策